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同节目主持人讲 为笑争光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单元 要带大家一起到新竹市历史最悠久的天王寺菜神庙 最近全国各地都出现强打流感疫苗的人潮 有些地区甚至发生疫苗数量不足的情况 新北市卫生局呼吁 目前新北市疫苗数量足够 请民众不要强打 另外请问施打疫苗前 最好先打电话确认 流感疫苗开放接种之后 全国各地卫生所还有医疗院所 每天都有大批民众排队等候 甚至有些地区已经陆续出现疫苗不足的问题 导致民众到场却打不到疫苗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 今年由中央配发以及自行采购的疫苗 共有91万多剂 数量充足 请民众不要强打 不目前每日配发到卫生所及医疗院所的数量不定 请民众前往接种前先拨打电话了解或是注意公告资讯 希望民众来打之前跟我们询问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以注意一下卫生局公告的那个新闻稿 因为卫生局公告新闻稿的话 它会针对各区然后做那个配额的限制 流感疫情大多从10月起会缓慢上升 到12月至隔年3月达到流行高峰 所以像是长者幼儿以及慢性病人等容易引起严重病发症 甚至是死亡的高危险族群 疾管署呼吁最好接种疫苗 此外疫苗在接种后约2到4周才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也请民众把握时间 记者声明这门奇新店财报报导 为了鼓励大家走入山林 新北市今年推出新北微笑山线 现在特别整理出10条路廊散彻路线 出版旅游小册 市长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群山环绕80%都是浅山 而这些都好比是家山 也就是走出家门就能轻松亲近山林 邀请民众从家出发来一趟家山旅行 享受人亲土亲的美好 新北市今年推出新北微笑山线 鼓励民众走出户外卫山而行 现在以微笑山线为主轴 特别在树林 阴哥 土城汉三峡区 规划了10条绿郎散彻路线 与金周刊合作出版旅游小册子 在发表记者会上 邀请了生态旅游作家刘克香 分享实地走踏的感想 他表示新北市民很幸福 因为有80%都是浅山 也就像是家山 好比是打开后门就能够亲近自然山林 家山基本上是 它会有这个山里面会有一条 或者两条甚至更多条的步道 牵引我们进去 可是这个家山的前面 可能会有一个登山口 它会有摆着一两滩的 当地的村民摆的一些市集 这一类的把一些物产在那里 在柳克香录制的影片中 可以看见除了亲近山林 更走入了当地市场 感受在地人文 而记者会上就邀请了神秘嘉宾 市场上卖粥的阿姨 端出了美味的竹笋咸粥 让大家一尝芋头竹笋粥的美味 市长侯友宜表示 家山旅行不只是要邀请大家走入山林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在地人亲土亲的美好 更有地方特产美食的享受 这本微笑山线十条散策路线旅游小册 从即日起会在树林英哥土城三峡区工作 以及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辖管的旅游服务中心 和市府一楼服务台免费发送四千册 另外金周刊杂志从一到四期也会随刊附赠 除了纸本册子之外 民众也可以到新北观光旅游网下载电子版 欢迎民众从家出发走一座驾山旅行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举办既游营业人颁奖典礼 今年一共有60家企业公司获奖 大新店有线电视也获得了这份殊荣 大新店有线电视总经理王显生表示 公司长期来除了依法诚实报缴税 同时配合税务政策宣导 并推动简讯账单电子发票 秉持在地媒体应尽责任 以守法企业为荣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举办109年 新北地区既有营业人颁奖典礼 今年一共有60家获得表扬 局长王秀忠表示 在新北市总计有243569家营业人 获奖率为万分之2.5 虽然较去年提升 但能够从中脱颖而出 还是非常不容易 而这些获奖者除了诚实开立发票 并且依法缴纳税券外 更不能有其他违规的情势 都是相当守法的极有营业人 开立 电子发票或者是统一发票 然后不能有逃漏税的情形 然后也不能有预期申报销售额的情形 那当然更不能有欠税的情形 同时他也不能有违反 不管是环保啦 劳工啦 然后那个食安 卫生 各种法令的一个情形 所以是非常的绝对的守法的营业人 获奖者包括了多家知名企业 其中大兴电有线电视 也在这次的表扬之列 由大兴电有线电视总经理 王显生亲自出席领奖 他表示公司长期来配合国税局的相关政策 像是推动简讯账单 电子发票 以及政策宣导等等 长期配合国税局这边 推展了一个全面的电子化 的一个开立发票 那近期来我们也 为了那个推动我们的简讯账单 那我们也让我们的收视户 可以用手机更方便的来 缴纳费用 那我们长期也配合国税局这边 来做一些纳税的宣导 然后还有云端发票的一个宣导 那在这部分 我希望我们经到我们的媒体责任 北区国税局表示 公开表扬是对努力及合法经营企业 最大的鼓励 典礼上也邀请了新北地区会计师 记账室 地震室等协会代表一同管理 见证这份获奖的殊荣 另外还结合了青春竞舞金曲表演 让整场颁奖典礼洋溢温馨欢乐的气氛 记者杨帮友超方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 南墙工商表演艺术科二年级学生中家俊 日前获得了今年的金州奖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身为蓝语达舞族 他在颁奖典礼上穿着丁字库传统服饰 展现族人的骄傲大放异彩 透过强而有力的肢体动作 诠释动漫晋级的巨人角色 俐落的演出吸引众人目光 而画面上这位同学 正是日前以高枯弹时光机 涌夺第55届金钟奖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的 钟家俊 目前就读于南墙工商表演艺术科二年级 他表示第一次主持节目就能够得奖相当开心 因此颁奖典礼上他也以蓝语达舞族 三角丁字库传统服饰 展现身为达舞族人的骄傲 圆明现在现在社会是比较 有在复苏自己文化 很多年轻人都想找回自己的文化 然后能得这个奖段是非常的亚裔 因为我们算是新人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主持节目 然后能得这个奖段是非常感谢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钟家俊有着乐观开朗的个性 对于表演艺术也一直有着高度 这次获奖的节目搞不淡时光机 他透过自己深历其建各原民族部落 介绍不同的文化历史特色 纯真专业的表现格外引起共鸣 当初是因为被原民台找去 像是征选吧 然后就上了蛮开心的 然后就上了 然后就是跟着节目的剧组 就一起去各个部落 然后附资他们的文化 还有记录他们的文化 其实钟家俊在前年就曾经以只有大海之道 获得第55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这次再次摘金 他也期许自己要更加努力学习 并且希望透过自己的表现 让大家看见原民文化的内涵云美 记者视频这门奇心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用心爱台湾单元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看一下 都是這的 小人在看小花這麼久 給姐姐介紹一下 這個喔就愛台灣的頻道啊 有休閒旅遊 地方趣聞 美食介紹 必經探索 知識科普 新奇有趣的影片 都在這裡啦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等一下 很簡單 订阅 搜寻爱台湾 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许多有趣的影片让你看 哦 哦 哈哈哈哈 那大家有爱台湾吗 有哦 台湾No.1 让我们一起爱台湾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要带大家造访新竹市历史最悠久的天王寺柴神庙 这里的香火十分的鼎盛 想要求财求福气的民众 现在就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参拜 想要多赚一点钱 想要发大财 想要有好运势 除了自己本身要努力之外呢 当然很多人第一个念头会想到 到财神庙来拜拜 不过到了财神庙应该要准备什么 要怎么样来参拜 才能够得到财神员的眷顾呢 今天透过我们的镜头 要带你来拜访的是 新竹市历史最悠久的天王寺财神庙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吧 收到新竹世界庙历史超过一甲子的财神庙 当然就是这一间位在高峰路上的天王寺财神庙 所以奇怪这么大一间庙历史悠久又香火鼎盛 但这庙的外观居然是铁皮屋搭建 原来天王寺建庙的过程相当充满神机 且听已经在庙里头服务超过30年的郑师兄 来说说当年的历史 这个开机座 这个开机的这个老先生 他到新竹以后 在某一个记忆下 在一个庙里头里的时候 他们就会抱着一个怀怨 我来这里就大家就会崩拜 其实天王寺最少由商人高騰 建于台北市的万华 有一天三田都千岁托梦 要他雕刻一尊今生来供养 一路从贵陵路到民权席路 后来再度接获神域 要他到新竹市的高峰路来建庙 于是才有近日的天王寺 建庙完成之后又是一连颤的天灾人祸 先是61年台风过境 大水把庙冲毁 不料78年又遇上了大火 整间庙复之一具 早上摔着这个油滑下去 不知人滑下去 我放下去 放下去就像不过收拾过来 就要大家来挽金 因为大家都挂金牌 都跟宅宅都挂金牌 所以我们来这家家庙冲 大家都来挽金 好在信徒们慷慨解囊 出钱出力 创下了20天就重建完成的 不可能任务 历经了水火两劫之后 自此香火鼎盛 威灵显赫 在这边爸爸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十几年 对 所以有受到我们财神爷的特别的庇佣吗 都有 多多少少有 不起眼的铁皮屋外观 进到里面之后 其实别有洞天 那在我们的三田都千岁的左右两边呢 各有一尊这个童子像 分别是我们的敬宝童子 跟我们的招财童子 那其实他们两尊呢 地位是差不多的 不过呢 要拜这两尊童子呢 其实呢也是有祝福的 刚刚呢我们的师兄说呢 不管是他的脚也好 或者是手也好 甚至是耳朵眼睛鼻子跟嘴巴 其实呢都是有寓意存在的 我们来听听看师兄怎么说 那这个磨的 磨的眼睛鼻子 磨的眼睛鼻子 耳青木棉 写的年花就行了 这个有财 年年有财可以花 喝年花 郑师兄说 招财跟敬宝两尊童子 执掌的是偏财运的部分 要求正财有财运 除了跟诸生三田都千岁 好好的禀报 庙里还有许多的神尊 像是虎爷也是非败不可 而且这里的虎爷 还跟外面的不一样 我们的虎爷 就发现的虎爷 可能反正台湾人 没有几间了 一两间有了而已 我们的虎爷是神价比较高 所以在做这 一般的虎爷是在 用这个堂安堂 我们的这个 伟后将军的这个 所以神价比较高 所以说以后 在这个堂安挺好 庙里的香火鼎盛 如果想要跟上 大型活动的民众 农历的正月十五 三月十五五路财神诞辰 跟十月初一 三田都千岁圣诞 场面都相当的浩大 信徒蜂拥而至 想要求财的民众 不妨可以到天王寺一访 接着来看伯伯亚 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店家防护2.0聪明上市 引进AI人工智慧技术 让您更安心 申办速洽 2917 3939 台大双响内外接通 申办台大双响案 再加响60枚光纤上网 行动上网不限速 吃到饱 再增Google Nest Mini 速洽 2917 3939 公费流感疫苗 10月5号起开打 请符合资格的民众 携带身份证健保卡 到卫生所或是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施打疫苗 请佩戴口罩 新北市碧坛地景艺术节 与知名插画家吉米合作 打造向月亮许愿装置艺术 展期从9月28号到12月31号止 点灯时间为每晚6点到10点 近期国内高温多雨 提醒民众落实寻道签刷 积极清销环境 及病美闻资深员 另外民众如出现疑似登革热症状 因尽速就医 并主动告知旅游活动时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 YouTube 脸书 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